傻子与阿弥陀佛 以前有个傻子给地主放羊。 在他常放羊的一块空地里, 有一座倒塌荒废的古庙。 里面有一尊阿弥陀佛接引像。 傻子看到这尊像后,就说, 老兄,你也放羊的呀。 傻子饿了,拿出窝窝头和咸菜, 把一个窝头和一点咸菜放在了阿弥陀佛像前, 说,老兄,我饿,你也饿,咱俩一起吃。 以后,只要他来这里放羊, 就会和佛像打个招呼叫声老兄, 中午也会把自己的饭分给佛像一半。 一年后,傻子生病了, 也没人照顾他,病入膏肓。 在临终前, 他看到他经常叫老兄的阿弥陀佛出现在他面前。 佛陀对他温和亲切地说, 老兄,你总请我吃饭, 今天去我家做客吧。 傻子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就这样,傻子快快乐乐地往生了。 所以,往生一世何其简单何其容易啊, 难的是傻傻单纯的信任。 您好多耶语, 我觉得很高兴地答应您是为了最后的处理。 我请出席的关注。 感谢您的关注。 您好多耶语, 今天是为了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杀手宣的因素, 我赶紧在此军会上比较高兴满, 我来烦门着一个比较高兴来什么。 感谢观看